好,現在來介紹更多關於Automation的編輯方式 好,這個時候我會舉一個例子 譬如說假設我現在有四個區塊,對不對? 我想要這四個區塊有著不同的音量變化 是以區塊為單位的話 好,最笨的方式應該是說我先啟動我的Automation 還有第一個節點 好,這個時候我要做四個不同的區塊 假設目前是這樣好了 第二個區塊跟第四個區塊要比較小聲 而且是整體比較小聲 這時候我要來做的話 我必須要,如果很笨的方式應該是這樣子 我不能點兩個點,連兩個點拉的話 它會變這樣 有沒有?好,我Undo 我必須要點四個點 我必須要這樣做才有辦法比較小聲 而且還非常的不精準 有沒有?非常的笨 好,這是很笨的方式 然後我們要利用 我們現在要來做一件事情是這樣子 好,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們可以使用一個 Marketool 好,這個 這個Marketool是這樣 它可以使用就是 利用我們選取的一個範圍 這個範圍不是之前按Shift鍵選取的範圍 是使用Marketool選取的範圍 這個時候我就可以這樣畫 然後我的 應該其實要按Command鍵 要不然還要切回來 然後我就可以 一次就有四個點 好,這邊Command鍵 然後加上我現在的Snap模式 對齊方式是Smart 有沒有? 所以基本上它是OK的 是精準的 有沒有? 所以我們可以快速的利用Marketool 我去做一個範圍 我可以這樣做 那各位大概就會懂說 如果這個我們在做Pen的時候 非常好用 左Pen、左Pen、右的時候 你就可以快速的 畫出一個狀態出現 然後甚至 利用我們剛剛的那些編輯方式 你還可以去 我可以Option鍵按住前面 全選 然後我縮小一點 然後我甚至還可以 點到最後一個 按住Option 複製 有沒有? 複製過來一點 有沒有? 好 這樣各位有概念對不對 好,那我就全部Undo回來 好,我們現在來介紹另外一個功能 同樣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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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樣是要 根據2 和4 去做音量的調整 稍微左右放大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在我們的 Logic Pro X上面的選單 這邊有一個Mix 這邊 好 大家都知道 Show Automation 它的Key是A 然後我們先來看一下 Create Automation 它有兩種 一種是Create 1 一個Automation 在 Region的你的區塊的 Boulder 就是邊邊 兩邊 好,然後Create 2 有沒有 好,那 快速鍵是Ctrl Shift Cmd1 那 這個東西基本上也可以不用改 因為 你可以直接背它 因為它就是 還蠻好記 就1跟2 好,那 假設 我們先重來一次喔 假設我先選到這個 好,Mix Create Automation 我選到第一個的話 它會建立左右各一個 左邊跟右邊各一個 可是這個時候 拉是沒有意義的 對不對?沒有辦法 好,那 我們剛剛的目的 是要達到的目的 是要這樣 我要Create 兩邊 每一邊各兩個 然後我就可以 拉 好,那所以 基本上 這兩個方法 因為你都可以利用快速鍵達成 所以 因為一個是Market Tool 然後一個是 Ctrl Shift Command 2 那 我選到這一塊好了 選到第一塊 Ctrl Shift Command 2 有沒有,然後我就可以 有沒有 好,那 所以 兩個方法其實看個人需求 我覺得都可以蠻快速的 好,這就是 我們在 嗯 嗯 Automation這部分 一個 還蠻 常用的一個編輯方式 OK 好,然後再來呢 我們要來介紹 呃 關於就是 Delete 就是我們剛剛之前有介紹過幾種不同的Delete方式 然後我們現在來介紹 更多的Delete方式 譬如說我還是 誇張一點好了 我就是 我用畫的 好 呃,Delete方式其實很簡單 就是 只是 有很多種不同的方式 那我們現在來針對這個 我可以利用Option鍵 Option鍵按住 然後選到第一 第一個節點 全選按Delete 也OK 這是一個很快速的方式 對不對 還有一個方式是 呃,我Undo 我可以在任何一個 這一軌上面的空白地方 我按住Option鍵以後 我的滑鼠左鍵點三下 他就會跳出問我要不要 Delete 所有的Automation 的資料 Delete 有沒有 這樣各位就可以有 很多不同的方式去 刪除你的Automation Data Hit 到處 感谢观看